今天开五个小时的车去厂业的黑布树口 沿路的风景真的非常的美 我们来到拉根农场 我点了一个拉根冰淇淋 但是没有拉根的味道 这是水茶 拉根原来是长在水里面的 这黑色的网下面都是拉根 好美的风景 我们来到这家旅馆 有八十年的历史了 但是有一点老旧 旅馆附近有很多这样子的别墅 应该是很多人在度假的时候来这里 度假吧 吃完晚饭在附近散散步非常的歇意 第二天天气非常的好 我们来到这个叫山泽的车站 今天我们要做四种交通工具 有电气巴士 拉车锁刀和最后一个是五轨电车 我来先走第二天气巴士 我们来先走第二天气巴士 请到二楼检票和检票 大喜沢駅由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防止 如果你们没有准备保暖的衣服可以在这里买 这里告诉我们身上有一个叫雷鸟的珍惜洞 我们要保护它 不要随便软冷垃圾 保护环境 爱护环境 好 我们来到第七八十六块一十万元 下来说我们要走这种长长的舞梯 非常非常的美 但是来到了这个 来不说过的上面 就是别有一番美景 非常的美 水面非常的平静 波光明临 完善 四周被山环抱着 这是我想到的单词是四个字的 是四周被山环弃孔附 山环弃孔附 啊 这条可以喝 我给你尝一尝 太美了 如果秋天来的话可能会更美 满山的秋叶红叶 接着我们会做三种的焦点工程 从厕所到无贵电池 到老师的最定的食堂 从上六百下看 也是绝景 我们已经来到了2316高的大官方 真是山丸叠仗 美不胜收啊 这里的颜色有红色黄色 有点小瑞士的感觉 我们来到丽山 但这并不是丽山的最顶峰 所以我们只是在附近走了走 这并不是丽山的一样 现在我们是要去这个地狱谷的方向去 那边是一个温泉 还有一个小湖 它们叫吃 我们来到这个吃的小狮子的一种小湖 我们也非常的平静 四周围绕着山丘 还有白云 犹如陷阱一般 真是太美了 那边就是一个温泉的出口 应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火火山 它一直在冒烟 然后有很强的硫酸的味道 讲的硫酸的气味 好的 我们就欣赏王美景准备下山了 长野的这个黑山水果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 不管它的交通工具还是说景色自然风景都是非常的美 最后在长野的山顶上尝了这个叫白虾的炸鸡 炸虾盖饭和这个黑布水果的点心 我们就把乳酒也做了 我们就觉得这边看到我们的酸汤 还有一个热腊 来点猶亡 来点猶云 我们就像一个小鸡